咱们知道把人做好 不缺德就行了 所以说用不着 你的小黑粉来提醒兰姐 我愿意跟谁合影 这是我的自由 知道吗 大S与汪小飞的这段婚姻 在旁人看来 早就注定了会离婚 他们不仅是相差五岁的姐弟恋 还有这很大的地域差异 说话做事 很多观念上都会有发生冲突 这不在他们参加的一档夫妻节目中 大S就因切西瓜一事 与汪小飞发生了争执 在咱们内地看来 西瓜都是竖着切 但大S却要横着切 长作为内地人的汪小飞 非常不适应 为了迁就大S 汪小飞还是按照大S的习惯 完成了切西瓜这个工作 由此可见 大S和汪小飞生活中 有很多摩擦 能维持11年的婚姻关系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相比也是因为和大S相处太累 汪小飞这才没忍住外面的诱惑 与一个20多岁的美女 玩起了婚内恋 遭到背叛的大S 选择成全汪小飞与第三人 自己退出 因此宣布了离婚的消息 完离婚后的汪小飞 被拼命扒出 与新女友的更多恋爱细节 巨星女方是一个很有钱的姑娘 家住朝阳区 其间在王小飞妈妈直播时 旧网友向她证实 不了张蓝一听就见 还失去了一只大妈网友 看来王小飞有新女友的事情 并不是真实的 那么看完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